今天居於理事台很高興邀請到梁慧翰先生 接受我們訪問 梁先生你可否介紹一下自己 我本身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我由教育開始起家 現在是一間香港金融機構理財公司 做主席CEO 這間金融機構是我創辦的 有十多年時間 2013年我是博外醫院總理 現在是荃灣獅子會總理 亦是二鎮慈善基金的明月副會長 你做了這麼多公益事業 可否分享你有甚麼特別的經歷 最難忘是這兩次我們 關於一個公益的事務 就是二鎮慈善基金 二鎮慈善基金 就在今年年初春節的時候 我們搞了一個叫一人一禮事的活動 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會給每一個長者 都會有一封的福包 因為都是獨居長者 沒有人被忽視 他們每人會有100元的禮事 我們在那次大概捐了60萬的善款 我們就拍給老人家 這是其中一個都挺難忘的 另一個也是關於老人服務的 因為其實香港老人家 或者我想全球的 都是一個人的十明月以上 人口老化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就在香港來算 雖然是一個很富裕的地方 但我們都發現 老人家除了被忽視之外 其實竟然有人是吃不飽的 我們浪費有浪費的 吃不飽就是吃不飽的 其實我們就跟這個《識食堂》 香港有一個機構叫《識食堂》 我們就搞了一個一人一飯盒的 我們讀起三月的時候 剛剛早兩個月的一日 我們一日之內派了一萬二千個飯盒 就只是針對派給老人家 這個雖然很簡單的動作 我們不是只捐錢那麼簡單 我們直接把飯盒遞給有需要的長者 雖然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但覺得是非常之難 你花了這麼多時間去做一些公益事業 其實背後有什麼理念或者原因呢 我的理念有兩個的 第一個就比較自私一點的理念 因為我們很針對想做老人服務 什麼自己都會老的 9年40歲 很年輕 20多年後我就是被服務的一群 我很想推廣這件事 集合多些人去做 關注老人的問題 我想你也聽過很多報道 香港也好 世界性也好 去過多20多年 就是我這個年紀 其實每三個人口 已經有一個65歲退休人士 所以我們都很想為自己鋪路 希望將來被服務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始終 慈善方面是需要被悶醒的 很多人都會忽視這件事 做這麼多的目的 都希望現在年輕的一群人 去關注這群人的問題 得到這個提名 其實怎樣可以再推動你做更多的公益事業呢 我想做公益事業是很難一個人去做到的 其實這個榮譽怎樣去推動 我想是講一個我們叫做感染其他人 或者一個enrollment的感染 拿到這個榮譽很開心 但其實我想感染更加的人可以做到這件事 一個人的力始終很有限 這個榮譽我相信會支持到我 繼續令到更加多的人去進入這個立場 剛才講的二鎮慈善基金 我們會更加大規模發展 二鎮慈善基金是循屬科技的進步 以前捐款是很不方便 或者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行為 要去轉賬 或者要遇到捐款商的捐付 中間牽連很多人手 或者一些物流的成本 科技的發展帶動到手機的apps 其實二鎮慈善基金是全香港第一個開通的手機apps 是作出捐款的 中間是收入任何手續費的 是100%捐到的有數位的人 是散卻所有的物流成本 可以說是一個叫peer-to-peer的平台 所以我們會大力發展這一部份 今天很多謝梁先生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因為你其實都做了很多的公益事業 希望你將來會帶動這麼多的人 去做更多的公益事業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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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文字幕志愿 我們不見 您的訪問 有極力的 不見 有限 我們不見 我們不見 不見